今天的台股再度跌破了月线 那会不会重演像上礼拜一的状况 假跌破真上涨 其实你只需要掌握一个简单的逻辑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各位老师朋友好 欢迎收看真投资 我是分析师中文真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二 台股是小跌了61点 但是又跌破了月线 那你去想 其实今天的就与形态来讲 跟上礼拜一的形态是一模一样 那大家不要忘记了 上礼拜一跌破了月线 马上连续大涨522点 直接往上拉了500点以上 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复制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还有说像是个股也是 你去看哦 我们今天在盘浅就告诉大家 今天整个IP组群 你要下去做流益 不是说流益会大涨 而是说流益会开高走低 那你去看 3035的资源 有没有开高走低 2388的微盛 有没有开高走低 那为什么说我今天早上会特别拿IP出来讲 等一下我再来告诉大家 它就可以证明说 我们只要掌握产业加数字 我们就不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你知道今天早上的微盛 它试戳价是多少 它试戳价是戳到了快要涨停板 大概涨7到8%以上 接近是涨停板 你会不会想买 一定很多人想追进去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包含像是3005的神机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再创历史新高 代表说你只要有看我们的节目 不论说任何一天任何价位 你又去买进 通通都是大赚 今天通通都赚钱 包含像2313的华通也是 今天又是再创了20年来新高 半根涨停板 通通也都是赚钱30% 华通足足获利30% 我们先来看大盘 来你去看哦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个时间的台股 我知道它很烦 会把大家的耐心 整个都已经磨掉了 大家会不会磨得非常的没有耐心 这个盘到底是想怎样 要上也不是 要下也不是 突破又马上往下跌 跌破又马上往上拉 那就像我讲的 大家永远要记住 产业面跟总金面 永远是走在技术面的前面 我一定说产业没问题 总金也没问题 技术面就会被带子转强 那你去看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就于台股的产业面来讲 产业面绝对没问题 库存也都消化完毕了 你去看 近期一大堆的消费性电子 通通都在大涨 这就是库存消化完毕 最好的证明 产业没问题 美国的总金也没问题 美国的经济现在是好到爆 这是真正的Goldilocks Goldilocks的经济 就是通膨在降 经济却在往上成长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明年一定会降息 你相信我明年会降息 如果不降息 它会从软着陆变硬着陆 所以美国的经济也没问题 台湾的景气 就更不用讲了嘛 现在连续9颗蓝灯 连续9颗蓝灯 难道会是头部吗 是吧 你去想嘛 如果说景气信号灯 从蓝灯变成黄蓝灯 再变成黄灯 台股有没有可能不创高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景气信号灯 已经从蓝灯变成黄灯 甚至慢慢的卖向红灯 台股有没有可能不创高 不可能嘛 所以你去想哦 现在的台股 除了技术面以外 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 现在台股除了技术面以外 没有任何的问题 总经面没问题 景气面没问题 产业面更不用讲了 所以现在整个台股唯一的毛病 就是技术面 那就像我讲的 大家永远要知道 产业面跟总经面 它是走在技术面的前面 产业好 总经好 它就会带动技术面去转强 所以你去思考这个逻辑哦 台股除了技术面以外 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产业面永远是带着技术面在走 那既然说是这样的话 最差的形态是不是最棒的买点 你自己去想这个逻辑 我说再多都没有用 你要自己去把这个东西去融汇贯通 台股所有的面向都没问题 就是技术面比较差 但是技术面会被产业面带着走 既然会被带着走 最差的形态是不是最棒的买点 只要你这个逻辑想通 我跟你讲 现在你完全不会怕 而且你会很想去买股票 这个逻辑你要通 一通 你就会不会觉得 跌破月线跌破基线怎么样 这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大家记得先加入我们的Lite 现在右下角的ID 小老鼠W178 W178 或直接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 也可以加入 很多的观点 你只会在这个频道看到 包含我们的Lite也是 你可以自己去加入去体会 很多的观点 你只会在这里看得到 而且我会带给你 就是避风险 获利这些基本的吧 实战上面的真正的趋吉避凶 我带大家来看 来你去看哦 我们今天早上才刚讲 留意今天的IP股 你去看今天 创意 世新 都是开高走低 跌幅最重的 就是跟安某 联动性最高最高的 3035的资源 你看 有没有 真的是开高走低哦 你如果直接走低就算了 是开高 走低 一路一度跌了8% 一度跌了8% 2388的W17 还翻红哦 一度是翻红哦 翻红 开高 走低 一路跌了半更跌停板 你如果说啊 你真的很喜欢当冲 我不鼓励当冲 那你如果说真的很喜欢做短线 能不能赚 5% 8% 短线上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一大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就特别拿这几档出来讲 小心会开高走低 因为第一时间我就看到说昨天晚上的ARM就安某 昨天晚上的ARM是跌了4% 说真的4%是还好 4%不多 但是重点是在盘后 美股的盘后盘 ARM又跌了5% 合计是10%了哦 10%就会有影响了哦 盘中跌4% 盘后跌5% 加起来大概是10% ARM在短时间内跌了10% 一定会影响到台场的IP 所以才特别告诉大家 小心去留意 而且你去想 如果光是这样 我也觉得还好 没什么值得去讲的 但是重点 今天早上的Wayson 试戳价戳到了接近是涨停板 涨了8% 试戳价戳到快涨停板哦 那你去看 如果说你看到试戳价戳到快涨停板 你会不会想买 而且它的热门度有这么高 你一定会想追嘛 追进去 刚刚好现买现套8% 5%如果说Wayson的话 现买现套就大概是5%左右 所以我才会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 因为台股太浅跌了 很多东西都是人为操控出来的 你说很多人喜欢去看试戳价 试戳价这个东西 很好挂 你自己要挂也挂得出来 这个东西你要去把一档股票 把它挂到像是涨停板 太容易了 这个不用什么大户 这个你自己就挂得出来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讲 台股是潜叠市场 很多的东西你看表面 根本就都不准 真的都不准 所以你看哦 我们掌握了产业加数字 是不是就不会被这些外在因素影响 试戳价涨停 涨停又怎么样 我们清楚知道说 Wayson今天就是会被安某所拖累 真的就是开高走低 而且早上还特别强调 这个有一点又多的感觉 它试戳嘛 戳涨停板给你看 又多让你去追 追一追就杀下来 所以你看掌握产业加数字 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比别人走在更前面 不用开盘 也不用等到五盘 也不用等到尾盘 我们就知道今天的IP股会开高走低 不是说不看好 而是说 你可以轻松避开今天这样子的小小回档 是吧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 你不了解产业 怎么会知道会有这样子的联动关系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啊 没有错嘛 早上开盘前半小时 告诉你特别去留意 这就是实战上面的趋吉避凶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是全台湾唯一 全台湾唯一 一位分析师在早上8点30分 开盘前半小时 有线电视直播解盘 就是直播解盘 直播解盘即时的解盘给你看 因为我对我的产业 对我对个股的一些数字的掌握 我够有自信嘛 是不是 谁想要在开盘前半小时去直播啊 吃力不讨好 如果说 好我今天说IP会开高走低 如果今天致远涨停板 微盛涨停板 我大概被骂死了 是吧 那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间点 下去做直播 帮大家解盘 因为我够了解产业啊 所以记得先加入我们的Lite 好那我们这样来看哦 好那你特别讲一下 微信跟资源 我们早上有特别提过 拉回来是去找买点 不是叫你去放空 拉回来我们就是去找买点 短线上受影响中长线来讲 他都还是看好 2313的滑通 有没有 2313的滑通 是不是再次证明 产业加数字 我们就是领先全市场 我们当时在买滑通 谁会觉得滑通会涨30%啊 大家觉得滑通怎么会涨 滑通这么牛皮怎么会涨 我们在45块买 43到44 在进场去加码 买完没多久 9月6号一根涨停板冲出去 不用追突破 不用追强势 不用追爆量 提前买好往上拉 那当时为什么会去买滑通 就跟大家讲了 2024预估要赚5到6 预估要赚5到6 未来的数字就已经5到6块钱了 真实本益比不到10倍 不到10倍早晚都要涨 9月12号继续再创下今年来新高51.5 9月15号上礼拜五 最高来到了55.6 创下20年来的新高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先出进部分的持股 先获利一趟大赚到20% 先获利部分持股 大赚20% 一直到昨天 又是一根涨停板 又是一根9% 9%的获利 59.4 创下20年来的新高 一直到今天 继续再创高 今天整个市场上讨论度最高的 就是2313的滑通 成交量 今天排名大概是第一 今天大概是第一名 直接创下了20年来新高 60.8 今天我们出清了所有的持股 大赚30% 上礼拜我先卖部分 赚20% 今天出清所有持股 赚30% 你说这种盘式 很多说 这样子的盘式 现在的大盘 怎么买 怎么套 怎么追 怎么赔 到底要怎么做 但是你去看我们 你会觉得盘难做吗 就像我们从上周一直强调 现在的大盘不是不好做 是你用错方法 族群性不强 成交量也还没有放大到攻击量 在这样子的盘面之下 你去追 当然逃不到便宜 一定是要提前下去做买好 所以你看 2313的滑通 这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产业加数字 我们真的就是走得比别人更前面 不是口号 真的就是比别人走得更前面 当时我们在45块买 43 44块在买 投信有没有买 小小买 他那个买的幅度 你会觉得 投信就是在做资金的parking 他根本就没有有心要做滑通 是吧 这个位置 投信有没有买 小小买 有买跟没买差不多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在这里买 今天出清所有的持股 大赚了30% 一档滑通大赚30% 产业加数字的威力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说 我们懂这项 商品的价值 那我们就 趁着大特价去买就好 我为什么要等到他转强的去买 是吧 你看哦 今天的滑通讨论度非常非常高 大家都在怎么讨论 滑通投信一直在买 今天爆大量又创下了20年来新高 我还能不能进场 现在进场还有没有肉 还有没有空间 但是你看 反观我们 我们今天就是轻松市价单 敲市价单 获利出场 所有持股 赚了30% 这不是很好吗 整个市场 整个排名都在讨论 今天能不能买 我现在去买 还有没有空间 还有没有肉 我们轻松把股票全部卖掉 赚30% 这就是真正的产业加数字 提前布局 所以我才会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了解产业加数字 我们不用等转强 不用等突破 不用等出量 也不用等市场都在讨论 我们就是提前买好 市场上等到出量 等到爆量 市场都在讨论 我们就顺势获利了解 你看这个位置 有没有 真的吧 这里买这里买 往上拉30% 3005的神机也是啊 神机 一样 一模一样的概念 我们 买在这个位置70块钱以下 而且当时我们在早上的盘前解盘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3005的神机很快就会创高 70元不到很便宜很便宜 这个位置一直强调 一直强调一直强调好 在起涨的前一天 这个位置还跟大家讲 刘亦3005的神机即将要转强 讲完隔一天 78.2 创了历史新高 有没有 真的是领先全市场 上礼拜五 小幅震荡相对都还是强势 9月18号 昨天再创下了历史新高 最高来到79.4 昨天大盘跌基点 昨天大盘跌了222点 今天大盘跌了61点 3005的神机照样是在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最高来到了84.7 20% 一档神机赚20%你敢想象 神机都是大学 不会涨股线这么牛 这种股票你也在买 20% 足足就是赚了20% 今天随便卖就是赚2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在跟大家强调的逻辑 就是说不要有一些陷入为主 有观念觉得说某某股票不会涨 或者说某某股票不好怎么样怎么样 掌握产业加数字 我们知道它真正的价值 你就不会被这些外在的因素影响到 你说神机器出面也不强 头信也没有再买 为什么我要去买 因为我就是知道它明年要赚多少 我知道它明年的数字 所以我清楚知道不到70块钱 真实本益比不到10倍 不到10倍能够跌去哪里 是吧 这里啊 这个位置不到10倍能跌去哪里 创历史新高20% 84.7 是不是真的是 提前买好 不用追强势 不用追长虹 不用等爆量 产业加数字 我们提前进场布局 往上拉 20% 再来 6223的旺系也是啊 有没有一次一次的证明 产业加数字 我们真的就是能够领先买 623的旺系 我们也都是盘潜告诉大家 200以下不贵不贵不贵 我们在199以下最低成本 199以下买 212 上礼拜五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在这个位置一样也是 先获利 先获利部分持股 227 创历史新高 今天 一样是出清所有持股 大赚了20% 上礼拜五 卖一批 今天再卖一批 20% 大赚了20% 623的旺系 是吧 所以你看 623的旺系也是啊 我们提前买好 提前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轻松赚到20% 甚至连营兽都跟你先预告 8月份营兽会创历史新高 开出来真的就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看在这样的盘面 为什么我们有办法这样 20% 30% 20% 30% 这样子的赚下去 就是用对方法嘛 产业加数字 我们了解一档股票的价值 我们就不会被外在因素影响 受到外在因素的绑架 技术面 消息面 筹码面 这些都叫做外在因素 我们不被外在因素的 不被外在因素绑架 自然我们赚的就是比别人多 比别人更轻松 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你去把我刚刚所讲的逻辑 你去把它想通 你就会知道 大盘破季线 破月线又怎么样 早晚会不会带着往上走 既然会不会带着往上走 你去想 大盘回到季线 回到月线 资商 你会不会去买 你会 你去回想上礼拜五的这个感觉 上礼拜五大盘 带量站上了 季线 就算是扣除掉最后一盘 上礼拜五还是量争 不用说最后一盘 扣除掉最后一盘 还是量争 上礼拜五这样子的状态 你会不会去买 你还是会买 上礼拜五指数这么强的 站上了季线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想好了 指数只要持续守稳在期限之上 我这礼拜一定要买股票 那这礼拜这样跌下来 这不是给你更好的进场点 所以 真的把握机会 要买就是趁现在 趁现在大特价 不知道怎么买 不知道要买什么 欢迎打电话进来询问 或直接私讯我们的LINE 都可以直接 都可以直接询问 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好 这你去看 从今天早上的 IP股 再一直到 神机 滑通 旺系 这不是真正实战上的 趋吉必凶吗 而且这真的是领先哦 提前 哪怕提前半小时 就算只有提前半小时 都可以带你去避开风险 是吧 至少你今天就不会说一开盘 随便去追什么Wayson 随便去追资源 追创意 追世心 不会嘛 你只要光是不要做到这一点 你今天 你就赢过了一半以上的投资人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 产业才是所有策略的根 大家记得先加入我们的Lite 现在右下角的QR Code 呃 现在右下角的ID 你可以直接输入 小老鼠WE178 WE178 记得前面要加小老鼠 或直接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 也可以加入 在里面 很多的逻辑 只有在这里看得到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像是2382的广达 广达也是啊 广达今天跌破了季线 跌破了季线 我一样要告诉大家 这里就是最棒的买点 这里就是便宜的价位 包含伟创 技嘉 光宝科 这四档都一样 广达明年 我这个数字估得很保守哦 这个已经是 最保守的方式去估了 13到14 2024预估要赚13到14 而且还会再上修 赚13到14 219元的价格 真实本益比只有16倍 只有16倍 你觉得不会涨吗 这里就是买点 这里就是便宜的价位 2382的广达 你去想嘛 大家都说AI是大趋势 AI是一个新兴市场的 AI是一个 最新人类说未来的技术嘛 好 那如果说连这样子的大趋势 个股的本益比没有办法到20倍以上 那根本就扯不上什么大趋势 没有错嘛 你看哦 我们说这个 比较重大的转变 这种比较大的图 不过像是说iPhone手机 像是说Tesla 还有像是以前的这个MB跟PC 这种产品一推出来 本益比动辄都是四五十倍起跳 你说 一向新兴的产业 真实本益比不到20倍 它怎么能够称的上是新 未来的大趋势 不可能骂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这样子的数字 想不长都难 所以如果你有广达 伪创 技嘉跟广宝科 打电话进来 或是去我们的LINE 我带你去找加码点 直接带你去找加码点 而且你知道说 你知道现在广达的权重有多高吗 第四名 以台股整个加权指数来讲 广达是第四名 权重哦 第四名哦 那你去想 如果大盘涨 广达会不会涨 权重第四名 一定也涨吗 你说权重这么高 大盘要涨 需不需要靠广达 还是要靠广达 那广达一涨 伪创技嘉广宝科 这些也都会跟着涨 而且伪创跟广宝科 权重也很高哦 现在权重都是二十几名左右 权重都非常高 所以你说这些大盘要涨 这些一线的ODM需不需要涨 它还是得涨 重点是在数字 数字真的是不贵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伪创广达 这个线型看起来很可怕 好像说要转空了 不用担心 这个价位一点都不贵 你看到的是技术面转弱 我看到的是它的投资价值浮现 包含像台药也是啊 有没有 9月4号 告诉他这个位置不贵 讲完隔一天涨停板 涨停板隔没几天又是跌停板 跌下来破底 告诉他这里就是买点 有持股去加码 没持股 这里就是你的买点 一路又往上涨 涨到上礼拜五 收复这根长黑15% 轻松赚了15% 如果你有持股不要塞这根跌停板 少赔了15% 这不是很好吗 不只少赔还倒赚 今天往下拉 跌了半根跌停板 就是横盘整理 这里也会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你看2024预估要赚8-9 这个位置真实本益比真的不高 如果说以整个铜箔基板来讲 目前最便宜的就是台药 所以PCB好 铜箔基板也会好 铜箔基板也会好 最便宜的个股当然就会受惠 就是台药 所以他一样是找买点 所以你看 产业加速之优势不就出来了吗 我们就不会受外贷因素的影响了 不会因为说大盘技术面怎么样 筹码面怎么样 而就随便去 杀低或追高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说 掌握产业价数字 我们真的就是走的比别人更前面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我带大家买的股票 就是2024数字最强 真实本益比最低 全市场最便宜的AI股 这部分我绝对可以给大家保证 绝对都是数字最强的 真实本益比最低 可能说不一定是AI 就是说整个电子股 这些都是 所以把握机会 不知道要买什么 不知道怎么去买 或是说你手上有一些止股 不知道怎么处理 欢迎打电话进来 那现在加入会员 有什么样的优惠方案 也都欢迎直接来电询问 或视讯我们的Lite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下家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